帮盤街道章 帐盤街道方 帐球趋圓高 高圆趋球章 這裡開場前我先插播一段 也不知道為什麼最近油管平台老推薦給我一些奇怪的迷音 有些挺荒唐的 而有些我看非常非常驚喜 而且它流傳了一段時間我居然不知道 這個東西在海外很紅 我給各位放一段 如果不能放應該是被黃標剪掉了 他這裡這樣唱 我心想這不就是側美案嗎 怎麼成了歐美迷銀還配上湯姆與傑莉呢 還取了英文名字叫清淺漢雞 這是不是曲之那第一句 驅馬爺金錢看斷響 是這樣嗎 我真不知道 各位有人知道嗎 沒有 我只是覺得這很有趣很好笑 這還不錯啊 不過側美案最有印象還是最後那句吧 江蟲子壓制在了某的大湯上 聽完這句我要是陳世美也是跪下臨死 這小時候聽的最有印象的還是夢廣錄的版本 聽的版本很多啦 還有老藝術家康萬生 他的迷音在網上也很紅 以前也是邊聽邊唱 只是突然看到這迷音也是紅了一段時間 我到今天才知道 說回正題還是有關戲劇的故事 前篇那個為戲劇而生也為戲劇而死的小丑皇帝 故事又回到小丑皇帝李天下 就是後堂莊中李承煦啊 李承煦前半生活得波然壯闊 也是民間傳說與傳統戲劇裡耳熟能詳的人物 說起故事 前篇提起預言與童話 其實說起來 童話裡是充滿預言的 就說我們從童話裡打小就可以知道 不可以開陌生人的門 要小心大野狼 不要吃來路不明的蘋果 也不要把家裡的公主與七個男人 關在同一個屋子裡 說歪了好像不是這樣 要說的是 這些故事特別臉譜化 那什麼是臉譜化 就是說 好如今距離 什麼扮相與行當 就決定一個人的性格 好比紅臉的官公 白面的曹操 三塊瓦臉的相羽 我們會說 難道人的一生就這麼定了嗎 當然不是 細如人生 所以 陳咬金既是花臉 也是醜角 京劇裡 打天下時 陳咬金是花臉 站出來都不用我說了 那退回去不打仗了 陳咬金就是個傻憨憨 成了醜角 京劇手捕龍 就是我最喜歡的醜角唱段 裡面那個就是陳咬金 大學時代 這聽過了一遍又一遍 陳咬金這裡的唱段真是感人 半相是醜角 但卻是一騎男子 說回來的這些特徵 總言之 正派與反派 一開始就定下了 王子就是舊公主而存在的 正義的不得了 那時候中國早期的故事裡 所說預言 就多的是烘托炎者的主旨 包含 宇宙天地間的大道 人間 君臣的大義 這一開口就是宏大敘事 不食人間煙火的 至少先行時是如此 知道汗末未盡 民間故事與傳說 才被大量收集 所謂臉譜話 才有點雛形 好比說 過去談的那些六朝智怪故事 我們花了很長的篇幅去講 是有一些特徵 那些發跡前的民們 都出自孝子之家 平薄的青春歲月裡 因為幫助路過的仙人 而被指點而發跡 還有那南方的楚王無王 都是暴君 迫害忠良的 才有那五元報仇 赤筆獻劍 這些故事都講過了 可以參見前篇 諸如此類 預言從人間正道與大道 開始去說那些忠誠孝子的故事 說回正題 難道我這段是白說的嗎 當然不是 李春旭這一生就包含了上述的元素 王子 英雄 孝子 正派 帝王 昏君 醜角 暴君 反派 往下說完他一聲 這些都可以一一對應上 就是這麼一個神奇而多元的人物 他一個人就把小說嚴格的歷史都演完了 這裡前言說吧 回到一開始 晚唐時代 吐蕃攻破長安 朔敗唐君 唐帝國搖搖欲墜 此時外族早已入寇中原 這裡 回合一面作為唐朝援軍 也不受控制 所以當時關中十分混亂 滿是胡兵胡忌 回合與吐蕃交戰 倒霉的不只是地方百姓 還有當地的土著 他們在邊境交戰時 沙陀人就失去家園 被迫流浪 就是前篇說的沙陀人 他們首領姓朱爺 朱爺家 逃到了唐土時 沙陀人本從三萬之眾 被追殺到只剩兩千人 連先王都戰死 到了中途 幾代人為了生存的奮戰 最後被皇帝賜姓李 別看這是大事 其實到了晚唐 梵政降臨 但凡有點功 被刺性是很常見的事 因為皇帝沒東西給了 只好拿親族認證當獎勵 從此朱爺家 改為李家 身份不一樣了 李家傳到李克用這代 也是唐朝的動良人物 最強的捷渡使梵政 別的不會大仗罪行 李克用有什麼呢 還是臉譜化嗎 李克用早年一幕 具體原因 史書沒有說得很清楚 可能是早年 一隻眼睛看不太清楚 到後來 直接瞎了 剩一隻眼睛 就五代史中就說了 武皇一幕微秒 故其實好為獨眼龍 就被稱作獨眼龍 獨眼龍是真的歷史名詞 是真有其人 這夠...夠臉譜化了吧 達虎親兄弟 上陣父子兵 李克用麾下 猛將如雲 其中就有親子 包含養子 十三人 各個身懷絕技 十任稱 十三太保 這裡就必須提 京劇株連載中 屬太保 就把這 十三人意義點名完 這麼唱 好棒 對對對喔 近期空中飄 大太保 壓塞那吻吻好嗎 二太保 咳咳 二太保先等等 一樣的 不同流派 不同演員 有不同的唱法唱段 我過去是有自己喜歡聽的戲詞跟流派 不過我們這邊念一下 找得到現成的戲詞啦 二太保 胸中 陶列高 三太保 上山 琴虎豹 四太保 好事 浪里交 五太保 金槍真奧妙 六太保 上陣四百二跑 七太保 手持開三幅 八太保 雙手能打火龍標 九太保 雙肩耍得好 壓賽過那親書寶 十太保 單邊成英豪 咳咳咳 環遊那是一小太保 左右能打那火龍標 哪怕那皇朝兵來到 呼籲他槍對槍來 來 到 對啊 到 注意到 這戲詞念的部分是一派 打火龍標的是八太保 唱的又是另一種 雙手能打火龍標的又成了十一太保 而另一種常見的唱段 火龍標又成了十太保善用的武器 所以说打火龙标的是谁根本不重要 有时候京剧就是这样 更甚至说了 有的戏池是清末一些名家献编的 流传之后反而成了固定样式了 不过无论如何 我们从戏池可以看到 背景说的是皇朝之乱 唐溪中西寿美良川 就是兵临城下 皇帝被迫抛弃精神 这段故事在戏池里写的就有趣了 前来请求里克用发兵援军的是 使者成敬斯 他这里就唱了事件的前因后果 甲子年间开科玄 山东来了一声援 家住曹州并曹县 姓皇明朝自举天 三篇文章达得好 欲比清典为状元 跨马三日 幽宫月 宫儿才女 笑连天 圣上见他容貌丑 斩了士官扁状元 斩了士官不要紧 扁了状元气祸端 想没事贼造反 想没事则早饭 加我指甲臂再洗洗美两款 卓声导致无别甘 依赖伴了兵 呃文安 这里啊 事件细词说得一清二楚 皇朝之乱 我还是先听戏后读书的 戏里唱的还是让人印象深刻 这里的堂皇帝 就像先锋帝 避暑成德 光绪帝 游西安 就是出去玩一玩 真没事 真没事 天下和亲海宴 好了 话说回来了 株连寨真是经典剧末 老一派自有其潇洒运味 新盛代唱起来也是摇曳连绵 真是好听 我以前练过一段时间 不过现在真的生疏了 这边还推荐猪连寨 听过了就知道 好了 这些都是撤写沙陀里士的真实实力 当然了 唐末五代 群雄并齐 这不是只有里士一家 他们不是启示最早的 但绝对是最传奇的 十三太保中 读里存孝最能打 也最为知名 要说历史演绎的武艺排行 肯定有李存孝 还被拍过电影 李存孝排行最末第十三 但武艺最高 其中三太保就是李存旭 是如此 顺带一提 李存孝是苏特人出生 前面我们提到北朝与隋唐墓葬时说过了 苏特人四居中雅 与波斯为零 优善经商 来到中原时 汉化有朝五九姓 其中还以安康史为大 注意到了吗 安 死 没错 就是安禄山与死之名 就出自朝五九姓 都是苏特种 所以有苏特人的外表 今日尚存 就出土文物来讲 就如今日的中亚朋友 你可以想象当时的中土 有一群波斯伊朗与伍斯坦朋友 在此游历经商求学 甚至发动叛乱 这里李存孝本姓安 是奴隶出身 被李克用收养成人 教授武艺 成长于航武 好了 这个要单独讲了 在新的一集里说了 不过 故事有那位了 李存孝的出身 根本是后世武侠仙侠传奇故事里 男主出身的原型 巫父母被掌门 城主 大侠或反派收养 最后练了一身武艺高响 是不是想起一些经典的小说人物 举例来讲 令狐冲就是一个嘛 所以说了 后世很多故事都是有底本的 还回过头 李家俊根本是个外族兵团 李克用举兵 一解了陷入胶着的皇朝混战 迫使皇朝兵败覆灭 在此后 李克用在群雄混战中 又再度勤王救驾 宛如记锅子以后的大唐救火队 别看他是军阀 他还是有那份心的 然而唐末就是那回事了 不在这个坑跌倒 也在那个蛙摔死 大夏江青注定灭亡 唐王后 李克用沿用顾唐年号 禁忠唐氏 这时序就进入了五代 这阴劫终有那一天 李克用临终时 留给了李存旭三支箭 第一支 要儿子逃灭曾经背叛自己的燕国 第二 打派外族契丹 第三 消灭叛唐的朱温 此后继位的李存旭就将这三支箭奉于宗庙 这三箭必随大军出征 这时候的李存旭 意境从一个身怀武艺的十三太保小王子 成了复国逃逆的国王 满满的正派光环 既是孝子 又是忠臣 忠臣孝子 这里每完成一箭李克用遗愿 便将箭再奉回宗庙 直到三支箭都在李克用的灵位之前 你看这事 听起来更小说更传说了 再后也正式宣告李存旭统一北方 完成了先帝遗志 告慰亲父英灵 这就是李克用最后的三箭传说了 不过这事也没有流传很久 到宋代遗骨之风即盛 在考证之下 这个传说是备受质疑的 尤其就以司马光的说法最有利 总之 宋代有其厚重的时代因素 这里可信 也可不信 真真假假似乎也没绝对重要 总之李存旭还是把事干了 就比如说前面说到李存孝 总让我想起李源霸与杨再兴的综合体 其形象化就是李存孝了吧 但这些人物也多有画本 小说与传说成本 所以该怎么说呢 有时候已与历史合为一体了 真的要剝离 剝离开恐怕也是支离破碎的不成样 就说李存旭称帝 又一时间坐稳了华北 便当逆于享乐 纵容凌人与宦官作恶 甚至还发生了 强抢士族妻女的事情 一面任由凌人干政 又得罪了朝臣与士族了 士族与士族 文的离心 武的不用命 是众叛亲离了 闹到最后士兵滑变 士兵不堪暴政 就杀了当地主官 具地谋反 这个戏子皇帝李存旭 只好让他当年十三太保之首 大太保李世元去评判 大太保嘛 本来也不是三太保李存旭的亲兄弟 是李克用的养子 大太保的大军开到战场 这奇事怪事妙事就发生了 这种事件 也成了五代五人称帝的常规模式 直到影响了后来宋朝开国 这是什么呢 就是到了当地 叛军不打了 还集体拥护李世元称帝 而从中古造的还是大太保军中的石敬堂 这个石敬堂也是大太保的女婿 各位啊 是不是我还没说 你们就把故事串在一起了 五代有个考诀 朱里石流锅 梁堂进汉州 这是一首诗啦 我小时候读水虎时也背过啦 我这里不会念完 就留个悬念 这边哦 朱梁 李堂 对应后来的石敬堂 这个后来的儿皇帝 故事就可想而知了嘛 总之啊 叛军一闹 又导致大太保军中生变了 整个北方后堂都不满李存旭 皇帝李存旭嘛 加之这大太保重兵在手 点兵在腕 这下不判也得判了 李四元就被迫黄袍加深 成帝啦 视为后堂民宗 不过这是后话啦 但说李存旭还是那个后堂战神嘛 大太保兵变 还不足以撼动其根基的 这扭转故事的传奇性就来了哦 本是屠隆者 忠诚恶隆 这是故事的常规 也是童话结局后未曾提及的常态 这个李存旭宠姓凌人我们一直说过 也是众所周知的 早年做的二眼下就要买单了 这笔账是要这样算哦 新武代史凌冠传便详说了这世的始末了 屠隆者李存旭早年起兵时 有个演员见招入伍了 叫郭重迁 义名叫门高 门高不只会演戏 还会打仗 挺有天分的 英军公被升为清军军官 这身功夫感觉是公武生的 不知道是不是始祖了 门高也走进了军队中枢 军队里的领导臣恰巧有个姓郭的 因此拜郭重涛为书 这里要知道 李存旭的亲弟弟李存爱 就是郭重涛的女婿 这层关系了 门高又做了李存爱的养子 你说这个时代是怎么样跟怎么样 这么喜欢做人养子 都没家了嘛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当时军中的习惯就是这样 早说从北朝以来 布局就有随主将姓氏的规矩了 更早前还有刘备 守刘峰为义子 在曹操那也有这个规矩 收阵王将士移族为亲 就说那个后来与司马懿 针锋相对的朝真一族 就是这一支 这是带兵的手段 所以到李克用有十三太保 就不算造死的奇闻了 郭门高也就是承起这一军中惯例而已 各位有没有想到 罗马也有这个习惯 就是前面说嘛 上阵父子兵 出身威贱而能依附皇亲 郭门高是感恩的 这反应在 李存旭成了恶龙之后 听信残言 残杀了郭崇涛与李存爱 当然这里是有时间差的 首先是意外误杀的郭崇涛 李存旭也没有辅序没有认错 反而支持这一错杀 就做死了郭崇涛的罪名 影响最大的是谁 一是李存爱 其后才是郭门高 这一错杀起了敲山正虎的作用 李存爱恍恍不可终日 对这事就颇有为辞 也想要有些准备了 这个事就被传到了李存旭耳根子里 不瞒您说 这事就是宦官干的 我们想昏君为什么老这样 总是宦官宦官宦官 因为昏君这时已经不临朝了 大士小秦就让宦官去跑腿了 有时候甚至会将重要的权利交到宦官手上 这也是唐朝败王的原因之一 完全无官制度 唯一的噪音就是皇帝揽政 他只想玩 正事他不想干 所以事情交到宦官手上 所以唐末发生什么事情 皇帝撒个巴基的将兵权交到了宦官手里 最后就很可笑 禁军不由皇帝指挥 是由宦官指挥 所以宦官试杀皇帝 用的是皇帝的卫队皇帝的兵 皇帝家财养的千兵 打造的武器 杀在皇帝身上 别说礼堂可笑 后堂也是如此 宦官这一爆 李存爱这下就完了 管他什么兄不兄弟 李存旭先是幽靖弟弟 然后将他在家里给 嗯你知道的啦 就这样 是说了 门外的郭门膏根本不知道这事 只知道孙父被杀 并不知道义父李存爱也被杀了 但不影响他报仇 他依旧举兵了 不要以为他是义人 就忘了他也是兵 而且是很优秀的兵 郭门膏一时间失去了两位至亲 也该说是靠山 更应该说他的前路都没了 没了这两个人 他随时可以被撵回去做灵人的 于是郭门膏在京都洛阳举兵 正是新教门 史称新教门之鞭 迎人造反 远方的士族也划变 兄弟也被迫复逆了 这下李存旭 仲有主角攻环 想不倒都难 郭门膏第一招 火烧新教门 这时候啊 李存旭正在吃饭了 看到远方成门失火 他真以为 众人皆以为 叛军已经即席至城下了 这一招了 近程轻微 四散奔逃 没有人理这个皇帝 皇帝周围早已离心离德了 李存旭一口饭吐了出来 为了躲避兵货 身边能收容的 只剩下数位猛士十多人了 便寻无缘之下 最后连皇后也闭门不见 李存旭 不肯帮他 早年见到李来活里去 刀口填血间活下来 尸体堆里爬出来的李存旭 依然在挣扎 我想在此时 他应该相信自己能够活下来 不过乱战之下 李存旭深重流箭 射在了要害上 这小丑皇帝 临死前非常口渴 向皇后宫中求援也得不到援助 最后最后皇后还是念在一点情分 派了个宦官过来 送了一杯酸奶 真是这样 史书就这样写 非常黑色幽默 皇后送来一杯酸奶 大人小孩都爱喝 那存续隐瞒后 就死了 皇帝就这样嗝 非常可笑的 喝完酸奶后就死了 什么也没说 什么也没留下 还有啦 外面的叛君是他留下的 数位猛士们无可奈何 未免皇帝的尸体留于贼手 只好将那些逃跑的凌人抛弃的乐器 做柴火 堆在皇帝身上 火化了皇帝 英雄成了反派 还是可笑的反派 当年那台上大呼 力天下 力天下何在的那丑角皇帝 这下真成了真正的小丑了 中阶里存旭晚年 纵容凌人 也自甘为凌人 又死于凌人之手 最终火葬于凌人抛弃的乐器 没有什么比李存旭 这演绎人生更加演绎的了吧 这个正史故事 够离奇吧 是正史 更奇的是 十年后 后堂的末代皇帝李重科 也在石敬堂兵变下 自焚了 一样的下场 同时还怀戴着秦始皇以来流传的传国喜 一同消失在火场中 流传千年的国宝神器传国喜至此失踪了 关于传国喜还有其他国宝神器的故事 我们在早期的节目里曾经说过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哦对哦 就算是在后堂时代了 这颗传国喜也有千年历史了 今天这是一个看似复杂 但一向有流传渊源的故事了 故事中的细节里都暗藏典故了 好比说十三太保后来也成了武林高手与爵士武功的代称 这延期前代影响后世也流传至今 可以说沙陀人因躲避战乱而实不存疑 在绝境里又雄起 但刚站起来就倒下了 说信后继的石敬堂也属于沙陀民族 在既之而起的刘之远他还是沙陀人 意外吧 你是不是以为我会说沙陀就此灭亡 故事就是这么神奇了 能预测的就不是历史了 就不是人间了 更多唐宋故事 我们后说了 哎呀还有五代故事了 以上